莫娃威是一个歌手海外演戏 不仅如此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毫无疑问 莫娃威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 在娱乐圈中 莫娃威并不是一个美人 她的五官并不是特别精致 但却非常的有气质 歌手出身的她 让很多的歌迷为她疯狂 当中她出演了大话西游 可谓是火遍全国 不仅带火了周星驰和朱英 还让莫威威在管转型中留下了一段经典 虽然事业上很成功 但莫威威在感情的道路上 威不舍利 当年凭借着大话西游一炮而红 从而开始 她和周星驰的第一段恋情 也许是心也不够专一 使得持续了三年的爱情 终于分道量标 之后莫威威又开始了第二段恋情 那就是与逢德伦 然而两人在相恋的时候 莫威威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着 然而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最终她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是在国外上学时候交的男朋友 然而初恋之前又有一段婚姻 并且还有过三个孩子 而莫威威不惜给三个孩子当后妈 属性47岁的她 被老公宠成了公主 那么对此 你觉得周星驰会后悔吗 欢迎留言